大家好 今天来看一下范冰冰 经历风波之后 是否还会有大的发展 她是81年9月16号 处女座 暑记的 圆明局呢 比较简单 丁火生在有月有日 底子三个有 几点呢 不知道 没关系 看看大概就好了 按格局来说的话 这叫从财嘛 从财 从财格 四个斤了嘛 一定要有水 四层的话 其实现在晚上是比较好的 有水的话 那个丸金得到宣泄 比较有利 不然的话 这个金太多了 顽固不化了 有点 才能有大的发展 19岁之后 也99年之后 能进入北方水地 这还可以 圆明局来看的话 丁有日 丁有日为三下火 三下火是 属于那种 怎么说呢 慢慢的发展 突然之间有爆红 这么一个趋势 就是三下着火了 他三下着火 是不起眼的 他要慢慢的 烧到山顶 才能让别人看得到 才能有 让人有这个 吸引人 就是三下火 慢慢的发展 并不是那种 说演了一部戏 突然之间红的 经历一番磨难的 这叫信心之火 可以燎原 毛泽东 他就是这样的歌曲 信心之火 可以燎原 也是经历过 大的起 大的这种波动 而不是说 一路顺畅 并不是这样的 之前发生的 大家都知道了 18年 18年 这个什么 税收的案件 这个就 没什么好讲的了 十能牙晦 那么看一下 他未来的发展 18年 为什么不好呢 从命格的角度来解释的话 因为18年 刚好到这个年底了 19年换孕了 在18年之前 一般来说 人在坏孕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转折 18年属狗 户虚年 有虚相穿 也穿得受影响了 当然 如果遇到属兔的年份 也不利的 这个毛有相冲 也不行 比如说2011年新毛年 当然11年新毛年 没有介绍 11年新毛年 是我认为是比较差的 当然 他这边显示都还可以 他肯定不是在11年 有巨大的发展 因为他进了水才能有力 因为水的话 把这个金的气势 完全宣泄出来 比如说12年 13年 这种年份 才是大的发展 12年13年 人成鬼四年 刚好水忘了年份 他这个才能有 比较大的一个起色 之前过去发展的 打着看一眼吧 按格局来说 是从财格 从财的话 一般来说是不利于学业的 不管什么格局 财这么多是破硬的 硬代表什么 硬代表学习学业 你说他的学习很好 谈不上 是话说说的 他是什么 师范大学 搞不懂 师范大学是本科吗 按理说他学业就要差一些的 因为财这么多 都不利于学习的 有些时候是可能自己不愿意 比如说选择了这个研译行业 可能学业放一边 有些是可能确实就学不会 就是说那种比如语外语文 数学外语这些可能就 数学考的就不太好 类似这种情形吧 马鱼也不咋地数学对吧 这个和他成不成功没有任何关系的 96年 99年 98年开始出演环珠格格 确实比较有名的时候 然后一直以来 这个过去的 反正看一眼就好了 19年 这个不行 这个他的感情的话 是19年分手的 我看了一下 19年说分手 但我从这个来看的话 18年有分手的迹象 19年 那我说 我说不出来 因为18年是有虚相川 富极公川 或者说受影响的 肯定不好 如果那我断的话 我会断18年清赶 有分离之相 或是说20年 19年 我也不敢断 稍微说 那么今年怎么样呢 今年是庚子年 只有相破的 今年当然是不利于这个情感了 因为他感情分手的话 和里程分手是在这个19年 那我来看的话 我会说18年 或者说这个20年 我不会说19年 那么今年怎么样呢 今年庚子年 庚子年其实是还可以 但是呢 这个换运了 止水只有相破了 什么叫破呢 破就是破坏 有些计划 或者有一些这种事情去做呢 可能就不会处理的完美 这叫相破 没有啊 20年的介绍 这边有啊 这个什么传奇 这个播出 20年 今年只能说 比18 19年要好吧 只有相破 代表说这个事情不能够处理的完美 那总会有一些遗憾 这是20年 可能与这个整体的环境有关系 这个很正常 那明年呢 明年按理说是可以的 因为有 有丑半会经嘛 但是呢 它是岁月病理的 那这种呢 就是就算是大的发展 它也会有种停滞不前 这就是复印 复印叫做岁月病理嘛 换一套说法 这个是不利的啊 这个 看一眼感情的话 也知道不好 三个有嘛 丁友人人是文昌心 其实很有才华的 刚才说了他的学习不利 是指这个 在个人 比如说这种学历方面 考试生学方面 可能要差一些 这就才受影响 但是他呢 又是有比较有才华的 丁友啊 友是这个文昌 文昌代表创作力 这个比如数学不好 不代表他的语文能力 语文 或者创作能力差 两把事情 所以说这个文昌代表创作嘛 制作文昌心 又是匠心 匠心是说一不二 他说了算 心心之火可以燎原 当然了 领袖的格局 所以 确实是 事业的强龙 勇于牺牲一些东西 牺牲一些这种 或者说看起来不重要的事情 去成就大的事业 这种是比较大的格局 但是一个女生 有这种格局的话 情感肯定是不利的 百分之一百 那事业发展 能不能有大的发展呢 从今年来 今年可能要差一些嘛 人受环境的影响 大家都一样 那明年呢 明年辛丑年还可以 但是是福音 表示说这个 好的事情 你会经历比较大的这种磨难 但整理的趋势还好嘛 问题不大 辛丑下去热银鬼毛 走到这种水地 能够卸这个惊奇 好事情 18年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整个的其实被预解了 这个有序相川了 这个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这个不来多讲 有点先 这个马后炮的嫌疑 但是确实是这么一回事情 那从六轮课来看 它为什么有大的发展 都有原因 它也经历过这种风波 有些人可能说 它是什么这种事件之后 可能是形象受影响了 怎么样发展不利了 对吧 很多人就想要大的发展 有起色就难了 18年嘛 有这样的世界 按理说一般的 很难有起色了 但是它有 它会有发展 为什么 你看六轮课嘛 看它的上林贵人 贵人代表说有人相助 坐下是这个荧幕嘛 还好 这个比较的 荧幕是暗藏青龙 青龙也是贵人 也是贵人相助 这是天盘 那地盘呢 地盘的话是这个 白虎 白虎代表 但是它白虎是生它的 代表土生金 好事情 好事情 然后三传 虚 虚土 虚土代表18年嘛 去年2018年是属狗了嘛 腾舍代表麻烦事产生 当然已经过去了 中传代表四伙 临太长 还好 但是它的这个麻烦事肯定是有的了 零六合嘛 六合代表事件非常的多 不只是说这个税收方面的 还有其他的事情 官司产生嘛 在今年还是有点麻烦的 因为今年是庚子年嘛 也是老鼠的年份 老鼠年份 零太阴 太阴代表说这种 私下里的一件事情 还没解决 还没处理好 所以要到这个2021年 才能有发展 自首之后呢 是这个卫土啊 这个卫土的话 对它发展的话 还是相生的 所以明年 还是有不错的这个成就 但是明年是一个劫财之项 代表花钱也多 2021年 这个按格局来看 本来就有大的发展 新丑年嘛 新丑大运 2021年新丑年 好事情只是说 随应毙明嘛 这种的话 好事情暗藏的是 就是说 可能好事多磨 2021年 但以事业来讲 还可以 比如投资啊 指的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比如投资的一些 幕后制作啦 投资的一些 这种能够回本啦 或者说能够有 反正能够投资回本啊 这是最主要的嘛 上人嘛 从财 以钱财为主 他要不要演出 这是启次 不是说他一定要演出 哎呀 他才能有好的发展 有些人演出了一辈子 也没赚什么钱啊 而是个跑轮套的 对吧 他投资嘛 也大的发展 21年 这是事业 感情怎么样的不好啊 自行啊 有些时候是他的个性当中 带来的一些麻烦事 有人说 哎呀被抛弃怎么样 或者说这个情感不利 这是他有些时候 他自己的这种性格带来的 一个女生 他临贵人 贵人多 不是好事情 一个贵人 是好面 两个贵人 这就不来讲了 反正不是什么好事情 情感就算了吧 也没什么好说的 事业发展 没问题 21年 至少比今年要好 但是好事多磨吧 今年 今年庚子 你还会有一些官司 或者说一些纠纷 处理好了就好了 因为六合嘛 还是有比较多的事情 等着他处理官嘛 官司 但是能不能对他带来伤害呢 只是相破 没关系 21年就好了 好吧 做等他的发展 做等他的这个 见证他的一些 他的奇迹嘛 是希望他越来越好 长得挺漂亮的嘛 好吧 就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